同样是借由活动澄清没有心结 台北市长柯文哲曾经在八月市府交通汇报上说 在南部搭公车的人东西更逃啊 让台南市长黄伟哲一听 一度是隔空批评柯文哲 你才是天龙国的国王 好 两个人今天在台北市合体要推观光 红伟哲说那时候是自己对号入座 不是这个意思 柯文哲也说是媒体挑拨离间 在镜头前两个人展现出好交情 那么就连柯文哲的名轮社会住宅争议 黄伟哲听了也帮忙缓夹 说如果负担得起 当然会尊重市场机制还有市府的规划 俗话说见面三分情 但黄伟哲日前才因为柯文哲说 在南部搭公车都是傻瓜 回向柯文哲何不食肉迷 如今合体推观光 两人不尴尬吗 柯市长没有讲台南 因为我想到我那个时候是自己对号入座 但现在不是这个意思 在绿营好像都是朋友 很多 很多 你赢朋友很多 你不要调拨离间 我也是朋友之一 下次要来台北市政府拜访的时候 绝对是不会戴鸭绳帽来头套 我也戴头套 双折一搭一唱很有默契 柯文哲备战2024 前一天才和朱立伦同框 近来平民和蓝绿同台 也被解读是有政治考量 你们心中没有蓝绿好不好 上半年GDP比较低 要靠下半年冲 首长们联手拼国旅 制造话题 但柯文哲最近却深陷社宅争议 就连桃园市也加入战火 不但规划提供冷气 三房型的租金最贵也只要一万两千七 我觉得如果负担得起的话 我们当然遵做市场机制 以市府的规划 大家想用什么家具想要冷气 我们替你要准备好搞不好 你要觉得不合用 台北房价还是比较高 这还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有时候跟外线是比还是 立足点本来就不一样 敏感话题黄伟哲帮忙缓夹 柯文哲近来平平和蓝绿人物同框 政治话题十足 但民众关切的居住正义 还是得先解决 记者雁廷曾俊伟台北长导 我们下期见 对啊 通过这首尊购 我们下期见 第二个发登 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